大家好,到现在为止呢,课程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把我们这门课程所学到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大纲在这再列一下 也帮助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大纲大家看一下自己学的到底怎么样 首先我们先列个大的目录 第一个是基础知识的准备 其实就是讲的连下对象还有设计原则 然后呢是设计模式part1 这个part1就是说是我们讲的那些常用的比较重点的设计模式 第二部分就是设计模式的part2 不是很常用非重点的设计模式 最后呢我们有一个中国实力的演示 演示了那几种设计模式怎么通过一个demo来落地 基础知识准备呢我们讲了面向对象和URML类图 这个地方呢对于刚开始接受面向对象的同学还是比较重要的 以及怎么去画URML类图 然后是五大设计原则 五大设计原则呢我们说过最少要掌握S和O S就是单一值的原则 O就是开放封闭原则 然后是从设计到模式的这么一种过渡 大家不要以为设计模式是一个词 而是把设计和模式应该去分开 这样的话我们就从设计过渡到模式 包括前面我们也需要准备面向对象的知识 以及URML类图的知识 第一部分设计模式呢我们讲到了工厂模式 单理模式 示威器模式 代理模式 外观模式 观察者模式 还有状态模式和立大器模式 这几种模式我们都是详细讲解的 我们讲了概念 讲了代码的演示 讲了URML类图 以及讲了在我们日常的使用中 它有哪些经典的应用场景 之前我们也说过 这部分呢是我们日常开发中非常常用的 使用率比较高的 而且是有那种典型例子的 而且在面试的时候呢 也是会被经常问到的 所以说这部分大家一定要强行去掌握 并且在工作中或者在写代码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种场景 大家要尽量的去使用和模仿 第二部分呢我们讲到了 圆形模式 调节模式 组合模式 想言模式 测试模式 模式模式 模式 画画模式 职责链模式 命令模式 非奥路模式 中介者模式 访问者模式 和解释器模式 这部分设计模式呢 对我们前段来说不是那么的常用 但是它会用在各别的场景中 所以说大家使用的时候呢 要去分药物场景 然后判断是不是要用 不一定非得要用 最后是综合势力的演示 我们是用这块来写了一个简单的购物车 这购物车呢 相对简单就一个金面 那个功能呢 大家想想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是 我们也是单某 我们没有一上来就写代码 而且也没有按照我们传统的这种 前端简单的这种惯例来写 而是通过这种面向对象的思想来设计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画了很多的类 留面类图 以及类和类之间的关联关系 虽然是简单的代码 但是我们来设计 它是怎么个面向对象的 这样一种类的设计图 先我们来设计好 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代码一步一步的写完 根据我们的设计来写完 最后呢 我们是用到各个设计模式 里面运到的大约七八种设计模式 和代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就这样来演示 我们设计模式在这场生活中 怎么去落地 怎么去应用 也顺便演示 面向对象 用面类图的设计 在实际的工作中 怎么去应用 最后呢 我祝愿大家 写好代码的同时 也去做好设计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这门课就已经讲完了 就此结束 对 感谢观看